好呀 嗯 福宝的双胞胎妹妹已经能跟爷爷落合互动 这跟爷爷一问一答的模样真的是太可爱 看来他们和乐宝一样都是画脑啊 甚至还对爷爷发动了Wing攻势 这谁看了不迷糊 目前爱宝双胞胎闺女的名字争选还在投票当中 排名第一的是敦宝和胖宝 排在第二的是灵宝和龙宝 我们来看看福宝和乐宝会选择哪个名字吧 首先将爷爷找到了福宝 他正在开心地吃着胡萝卜 可是这只福宝的皮大衣怎么变成了焦糖色呢 不过将爷爷可不会停止他的彩虹皮 还解释说一定是因为灯光的原因才让福宝显得黑 福宝还转过头来点点头表示赞同 本服猪猪可白着呢 然后将爷爷进入正体 开始把候选的名字念给福宝听 而福宝则是靠在栏杆上 一边听一边低着头蹭栏杆 将爷爷摸着福宝的同时也在开心地念着两个妹妹的名字 天宝 美宝 一直在吃醋的福宝终于忍不住 直接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 将爷爷还在奇怪 怎么不回答就直接走了呢 之后将爷爷又来到了乐宝这里 问他要给双胞胎女儿们取什么名字呢 让他一边吃窝窝头一边想 把候选的名字一个个念给乐宝听 乐宝也吃着窝窝头认真思考 但隔壁吃醋的201住户福宝主在不停地制造声音 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将爷爷接着念名字 但他发现乐宝好像没有在想名字 好像只是在忙而已 难道乐宝变成了萌宝吗 福宝主制造的声音越来越大 将爷爷只能先去安抚生气的福宝 窝窝头一边用小眼神看着江爷爷 表示我看你这次怎么说 没想到江爷爷还是在念着妹妹的名字 以前妹妹没出生的时候叫人家父公主 现在有了两个妹妹就叫人家201住户 气得福宝起身离开表示不想理你 那么大家喜欢哪个名字呢 一秒钟还等了 我没有 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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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现在开始失去 so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连吃饭都是一手干饭一手抱着小乌拉 生怕被两脚兽抢走 以至于到现在还不知道小乌拉的性点 就连身高体重都得靠目测 甚至无奶爸带着旺仔牛奶出马都没有用 丁丁波娃一边喝着盆盆奶 一边用第二只手抱着小乌拉 根本不给无奶爸可乘之机 意识到来为盆盆奶的娘家人心怀不轨 丁丁直接连奶都没心思喝了 连忙用两只手护着小乌拉 见无奶爸还是不肯离开 丁丁伸出一只手 好像要打娘家人的意思 无奶爸见状还是离开了丁丁的房间 丁丁睡觉时也是把小乌拉捂得严严实实的 生怕两脚兽趁自己睡觉来偷孩子 奶爸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蹲点拍摄小乌拉 确保着小乌拉的健康成长 9月16日莫斯科动物园更新了一张小乌拉的正面照 这炸毛的头顶潦草的发型 真是有一股浓郁的科研气质 为了让丁丁更方便地带娃和休息 奶爸奶妈们把食物和水 都放在了离丁丁尽可能近的地方 让丁丁能够更容易地带娃 为了照顾小乌拉 丁丁波娃可是操碎了心 经常睡觉被小乌拉吵醒 并且经常在睡梦中醒来变换一下姿势 好让小乌拉能躺得更加舒服 为此甚至都睡眠不足了 丁丁啊 有免费的月扫你倒是用啊 为了丁丁和小乌拉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和保护 莫斯科动物园还将关闭大熊猫内馆 禁止游客进入参观 营业的任务就交给外场的如意司机吧 希望丁丁能得到更好的休息 小乌拉也能够健康地成长